身心因果不报大臣 这八个字非常重要 身心因果 很难 性因果已经不容易了 身心真不容易 身心是没有疑惑了 当然不会回报大臣 这个不报大臣意思 为什么每个人根线不一样 发门要集合自己的根线 容易成就 不适合自己的根线 非常深色 学习得很难 想学也有一定的难度 这就是过去身中没学过 那么现在一般学佛的人 大概对念佛最容易 换一句话说 过去身中曾经学过 学得不够深 所以在这一生当中 还半信半疑 不是真正有信心 达到身心这个人 决定 真正身心的人 因为身心他不怀疑了 身心怎么样 就一门 其他全方向 不但其他的法门放下 这就是佛法也要使 法上印实 何况非法 世间一切法也放下了 全部放在心上 一天到晚 二六四种 放在心上的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人在世间 会是一切学佛人 最好的榜样 为什么呢 身心健康 他不管有什么毛病 不需要治 自然就好了 而且很快 一般不会超过三个月 那确定放下了 阿弥陀佛为神 统统加上了 他统统能吸收 能接受 半性半疑 加不上 特别是 年岁大了 身体不好 总是要求医生 求医治疗 佛也相信 医生也相信 药物也相信 他相信的很多 不是生意性 所以 一生还是受 业力支配 业力支配苦啊 我在台中 李老师教我 把业力放下 用运力 来过身 运力比业力大 超过业力 超过业力 就管用了 老师这个方法 好啊 所以性量要扩大了 心量慢慢扩大 自己就没有了 不要让自己 身 保留一个 小心 希望小心 扩大 能把这个身体 融化掉 这个方法 理念 非常之好 我们真的 要把它学会 住在这个世界 帮助佛法 延续会面 也帮助自己 健康长寿 要健康长寿 为什么呢 提升自己的境界 不为别的 这个地方 提升自己境界 往生之后 就是正高品位 我靠这个 这个带得去的 世间名文力 一样都带不走 不要在这上操心 在这上操心的 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